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写在什么呀 你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上层设计是哪儿 最终交付的价值是什么 过程中的抓手 在哪儿 要保证如何保证回答的闭环呢 我毕业的时候 上一趟厕所能写这样的PPT写八个 你呢 一个PPT上八次厕所 我在办公室都给数着呢 你要干什么呀 你毕业多久了 三个月了吧 该适应了 怎么还听不懂人话呢 你是不是该反思一下 自己的学习能力了 你得去拥抱环境 不能让环境去拥抱你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 这么差的毕业生 改吧 重新改 可是老板 这个明天就要要了 你还知道明天要要 所以让你今天晚上通宵改啊 难道让我明天啊 一边请你喝茶一边改吗 这是气死我了 不 不 来来来 都听下手头的活 想当年 我们干工作 就想着 让老板高兴 但现在你们呢 想办法让自己高兴 主任 在下时代什么料 你以为 你们的工作是做给我的吗 行行 定要给他好看 您先别说话 顶嘴是吧 分不清大小王了 是吧 不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 下流我告诉你 曾经我以为你只是能力差 没想到你素质这么低 你爸爸没教育过你 跟领导说话的时候不能顶嘴吗 没想到我 没想到我 这小王 混蛋 行 行 走 好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